对于伊朗宣布部分终止履行伊核协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号在访问英国期间表示 伊朗在核问题方面的最新声明故意含混不清 他此前一天突访伊拉克市曾表示 如果伊朗宣布加强油浓缩活动 美方将密切关注伊方行动实质 进行与伊核协议的关系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指出 如果伊方停止履行和协议的相关承诺 将会承担相关后果 法国则回应称 希望能够维护伊核协议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8号说 伊核协议是现阶段维持全球和不扩散条约的核心 德方将与相关各方保持沟通 希望伊方切实履行协议